体内有癌,大便先知,大便若出现三个异常,可能是癌症在靠近。 老刘今年62岁,几个月前他总觉得肛门处有坠胀感,想拉,但上厕所又拉不出来,不过也没有其他症状,就没放在心上。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肛门坠胀感不但没缓解,反而更加严重了,实在难以忍受,老刘便在老伴儿的陪同下到了医院就诊。 结果被查出中晚期超低胃直肠癌,建议切除肛门保命,之后需要借助造漏袋来排出便便,一听到走哪儿都得挂个屎袋子。 老刘觉得自己的人生都一片灰暗了,对于排便时出现的某些异常症状,一定要提高警惕,小心肠癌来临。 一,大便出现三种异常,警惕式肠癌信号,从人体正常的肠黏膜发展到肠吸肉需要10到30年的时间,而从吸肉到大肠癌需要5到15年的时间,而且由于大肠表皮没有神经,肠道出了问题不会喊痛。 因此早期肠癌没有明显症状,而从吸肉到肠癌的平均10年时间里,只要进行肠镜检查,就能及时将吸肉切除。 消除肠癌隐患,建议年龄在40岁以上,有肠癌家族史的人群要进行肠镜筛查。 深圳市人民医院肝胆医外科副主任医师张玉森提醒,大便如果出现下面几种异常,一定要及时就医排查。 一,大便性状改变,肠道出现吸肉或肿瘤后会变得狭窄,大便就可能变细变变,还可能会有变血,排便困难等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排查。 二,肛门坠胀感加剧,如果有明显的肛门坠胀感,而且不断进行性加重,也要小心肠癌作祟。 三,排便习惯突然改变,原本的排便习惯突然发生改变,频繁腹泻,频繁便秘或腹泻与便秘交替出现,并持续不见好转,最好及时排查。 二,拉完巴巴回头看一眼,等于做次小体检。 有些人觉得拉完巴巴要直接冲掉,毕竟看一眼都觉得恶心。 不过巴巴在消化科医生的眼中可是健康的晴雨表,武汉市中心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张恒提醒,拉完巴巴记得回头看一眼,频繁能预警身体的某些异常状况,相当于一次小体检。 一,看颜色,正常的便便颜色应该是棕黄色和金黄色的,排除了食物因素,如果偏偏呈红色,要小心刚烈,痔疮,肠吸肉,直肠脱垂等疾病。 偏偏呈黑色,要警惕上消化道出血,偏偏呈灰色,要警惕胆汁分泌异异常,偏偏呈白色,要警惕肝胆疾病。 二,看形态,偏偏过于肝硬,说明在肠道内时间长,水分少,很容易引发便秘,需要尽快调整饮食习惯和排便习惯,偏偏过于吸软,不成型可能是肠道紊乱,腹泻等原因所致,如果偏偏突然异常变化,一定要提高警惕。 三,看频率,持续半年以上,每周排便次数低于三次。 粪便干硬,排便时费力等都是便秘的信号,每天排便超过三次,且大便含水量超过85%可能是腹泻。 腹泻或便秘呈持续性或不断加重趋势的,一定要及时就诊排查。 北京协和医院基本外科主任医师林国乐提醒,想要顺畅排便,建议平常要适当补充益生菌,晨起空腹记得喝水,顺时针按摩肚子,饭后适当吃点水果等。 三,寿命短的人,除了大便异常还有这些特点。 自古以来追求长寿的人比比皆是,但能如愿的毕竟是少数,那些寿命短的人多有下面这些特点。 一,腰围粗,腰围粗的人腰部脂肪多,会导致大量内脏脂肪进入消化系统,甚至损伤肝脏引发脂肪肝,而且腹部脂肪多的人肠道蠕动会变慢,可能会增加肠癌风险。 二,脖子粗,脖子粗代表颈部皮下脂肪多,有研究发现这类人血脂异常风险更高,更容易被心脑血管疾病盯上。 三,吃饭快。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营养科主任医师雷敏介绍,吃饭速度太快,食物未经充分咀嚼进入肠胃,会增加肠胃的负担,时间长了会影响消化吸收功能,甚至诱发胃炎。 四,心跳快。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孙宁玲表示,心跳持续过快可能会引发胰岛素抵抗,进而导致血糖、血压升高,还会加重动脉周样硬化。 五,喝水快。 北京世纪谭医院急诊科刘瑞盈介绍,喝水过快过猛会加重消化系统和循环系统的负担,导致血压突然升高,甚至诱发心衰、脑促重等。 每个人都会拉巴巴,其实巴巴也能反映人体的健康状况,如果大便形状改变,排便习惯改变,肛门有持续坠胀感出现等,要警惕肠癌来临。 平常要学会观察偏偏,相当于人体的一个小体检,还要避免两粗三块。 四,身体藏有五种病,大便会提醒你的。 只是有人忽视了,大便是健康的晴雨表,可以从大便中看到身体健康与否。 通过观察大便的颜色、质地、形状来综合考虑。 患上某些疾病时,会从大便中寻找出信号。 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截职场肛门外科主任医师蓝平教授曾接受采访表示, 正常的大便水分含量是比较高的,大约为70%, 大便里含有的水分量决定大便会成什么样子。 正常的大便是圆柱形的,当出现消化到疾病的情况下,大便就会有不同程度的改变。 从大便的外形来看,可以分为水样便和形便,还有硬便以及粘液便和浓血便。 可以通过大便的形状来反映出疾病。 一、痴疮、肠炎。 当患上直肠癌、肛裂或者痴疮来时,大便会出现红色血丝或者大便后滴血。 在三种疾病要区分开来,主要是看看大便的粗细情况。 大便便细可能是直肠癌。 二、若是大便呈现糊状,大便里面混合着血丝,要考虑出血性的肠炎。 二、阿米巴利剂。 当患有阿米巴利剂时,就会让大便出现果酱色。 同时伴有恶臭味道,要及时去正规的医院。 做大便常规检查,及时找出阿米巴原虫。 明确诊断之后再接受治疗。 三、胆道出现阻塞。 引起胆道堵塞的原因有很多,比如蛔虫、胆道肿瘤或者胆结石等。 此类人群大便颜色就如同白桃土一般,同时伴有皮肤发黄的症状。 四、十二指肠出血或者未出血。 未出血或者十二指肠出血时,大便会呈现黑色并且发油。 因为血液里面含有的铁离子会和硫化物发生反应。 形成硫化铁,让大便发黑。 除了溃疡病之外,肝硬化患者和病食管破裂。 胃癌的人群也会出现此大便情况。 五、腹腔疾病。 当出现腹腔疾病时,黄色大便看起来油腻。 而且会有类似于臭鸡蛋的味道。 因为没有被代谢掉的脂肪会在大便里面沉流。 从而引起黄色大便,应该及时去医院做相应的检查。 健康人群拉出来的大便呈现三角形,就如同香蕉一般。 大便的形状会和精神压力有着直接的关系。 当精神压力过大时,就会导致肠胃道不规律的运动。 要及时消除精神上的压力。 保证规律作息,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注意饮食上的卫生,避免吃辛辣刺激性食物。